有什麼分別呢? 它和互聯網傳統統界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即時性和互動性 第一,在即時性方面,直播給傳統新聞配件這麼快 更加直接將信息傳遞 而且它是直播,無剪接,絕對可以將事實即時互動性 第二,在互動性方面,直播可以給觀眾和直播主聊天交流 例如面書,它有些按表情的功能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可以透過看著畫面上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觀眾的大意向,十分之方便 而且它也有提供留言的功能,可以給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我們今天的集合方是直播 對於面提中的網絡直播風氣 我們認為這個風氣是指愈來愈多人使用直播這個問題的傳承 而這個風氣本身是中立的 直播可以在物質及非物質層裡達至充權的效果 而充權這個理處是可以凌介於它這個回家手裏 本身出的其他位處 充權的意思是指個人它有合作、合力、學習的能力 而可以抑制其生活、達成自我實現的社會能力提醒它 直播,它第一是可以達到網絡充權 直播這個回家使用的門檻低 意味著任何人、任何身份、地位都可以充分行使它們的業務自由 無論是打工仔還是林鄭月娥的手 只要我一部電話在手 我就可以透過直播放大致世界事件、小致 對街邊十方的老闆的同情 所以網絡直播它提供了一個深色圖定 給公民發表自己的意見 它現在可以即時討論和溝通的一個圖定 達到網絡充權的這個效果 第二,直播它可以大致經濟充權 直播主它在直播時可以靠粉絲打上 為他人的產品作出宣傳這些東西的賺錢 直播,你只需要一部手提電話 在手就可以進行的 所以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直播這個圖定去賺錢 非特之經濟充權 綜合翻譯上,在非物質和物質層上 特之充權的這個精神上的理處 我方認為是絕對可以淋介於 可能顯示出的其他廢存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你答應的 正方同學在過去的四分鐘內 勿力地唱好網上直播風氣的總綜合 為網絡直播完美地進行包裝 然而要提升那位評判 今天的正方是有責任證明 網上直播對社會發展的理處必然不交於斃處 或者面談不應食欖 可惜這樣聽完正方開幕一輪演繹之後 正方很明顯未能進行政責任 只能夠片面地論述網上直播的理處 今天剛才正方開幕的主要論點有二 第一就是政治充權增加言論自由 第二就是經濟充權 正方自然也會說 今天變題最主要是說網上直播越來越多的風氣 而正方就跟我們說充權 是因為網上直播這個風氣 可以令到任何人都可以恆生言論自由 而是想想在現在網絡的世代 就算沒有了網絡直播這件事 在正常的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等等 因為懷疑恆言論自由 絕對是不止網上直播的 因此根據正方所示意的戰場 單單論網上直播風氣它本身 對於言論自由的貢獻 相信是極度有限的 因此正方所謂的理處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呢 我方是絕對質疑的 跟何方 又有方剛才說到所謂的經濟充權 它是一個例子 因為韓國有人可以承白賺很多錢 但是還有很多人呢 因為一個人賺錢 又可能我只能看到小數 賺得最多錢的直播主 就覺得成時可以令到經濟充權 帶來很大的經濟後應 我們不是否認直播 是可以令某些人賺得很有錢 然而正如網方稍後會再論述 究竟整件事的效益有多大 我跟他們說過 只是以偏概全 因此網方質疑有方同學 是否太過片面 講解 其實網方相當理解有方同學 對網上直播興起的那種亢奮 然而要客觀這樣審視片題 就必須更加盛觀地 顯示網上直播了大人的衝擊 而不是盲目吹捕 我方不是要全盤否定 有方所謂的所有理處 而只是要指出背後更大的閉處 因此今天網方將會從三大方面 包括直播的本質 經濟模式和內容 全面審視片題 首先網上直播作為一種社交方式 在本質上令社會審理官變得融俗 而且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利益主導 直播和其他社交模式的最大分別 就是在於要求直播主即時 和數以十計 甚至過百名過千名觀眾互同交流 每個人的審美觀都會不同 要滿足最多人的心理 吸引最多觀眾 直播主就自然地 只會試圖取緣最大眾化的口味 即如法國哲學家福科 在規訓月交通提出的全景唐氏刑事概念 觀看者的刑事 會對避看者的身體產生控制 使避看者規訓自己 以滿足觀看者的要求 久而久之 直播主只要用最融俗的方式表現自己 例如路視業線、化龍裝等等 推廣這些膚淺的審美觀 再者 直播之中 直播主和觀眾的關係 往往都是人利益主導的 縱思雷兩個的確是面對面 互同見到大家 但關係是緊密度 難免取代觀眾 按了他的心心 給了多少錢 直播主 基本上 直播的風氣就是 鼓勵人家利用透過建立虛擬的關係 賺錢 或者為自己獲得社交上的認同 由此一件 網上直播的本質就是 令人虛偽、使館 對社會價值觀造成負面的影響 然而 自然那方的負面將會論述 在經濟模式方面 直播主的收入其實相當之有限 然而 項目更加有泡沫掛過的危機 然而在內容方面 由於直播的門檻相當之低 令到整體的內容難以監管 所以即使政方提出的種種理處 網上直播整體來說 對社會發展的風態根本是 弊大於利 在政府方面未能證明到 變題的利大於弊的情況之下 變題將它無法石立 多謝大家 反方轉變收入時間為3 今次13日無過時無需透過 接著是弓變環節 震光請自由派出一位電源 設自由選擇反方一位電源作質素 我想選擇反方二負 好 震光弓變床 有兩分鐘的時間 有方同學你有沒有看過直播呢 沒有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那你認為作為一個直播主 如何才能吸引到觀眾去看呢 透過滿足大部分人會喜歡的東西 原來是這樣 那你認為滿足大部分人喜歡的東西 那你認為是甚麼呢 就是 就是 透過用一些較為融族 和大眾化的活用 令到他喜歡 為何你會覺得是融族呢 因為這個是成本最低 和最容易取悅大部分人的 一個娛樂手法 就是你覺得他容易去做到 所以他就會變得融族 不是因為他容易變成融族 但是融族 這個東西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就是你覺得呢 因為現在整個直播公司非常融族 我想問一下 為何會這樣做呢 我想問你的資料是甚麼 資料是來自 因為現在呢 有越來越多的直播公司 在這裏 所以呢 改直播專為了 令到可以 令到更多的觀眾 去喜歡他去打賞 去賺錢 去養活著你 但其實呢 我方看到的不是這樣 我們根據教育局的青年發展處 一年前的報告呢 就說呢 其實現在自製內容 成熟 越來越是一個趨勢來的 一些複製濫造 例如一些下三眼的東西 其實很難吸引到公眾 所以呢 他們現在考慮著 用一個精品的內容 其實我們看到 直播的競爭力 是越來越提升 已經不再去 挖重取重的內容 就好像你所提罰的 一些非常之不好 一些很雍族的東西 那為甚麼你會這樣覺得呢 因為有大約 因為現在其實有 有不同的網上調查 已經說了 有大約77.1%的網民 其實是覺得 直播平台呢 價值觀呢 是比較粗熟 以及比較多的低速內容 那你覺得是有多少呢 這個調查就已經說了 有大約77.1% 那不如我想問一下你 可不可以舉例 五個以直播為賣點的 一個直播的軟件 直播軟件不可以 直播軟件不可以 那我問你五個直播軟件 但是直播軟件本身 是不會有低速內容 是直播軟件的 那這就只需要矛盾 但只是直播軟件裡面的直播主 才可以令到低速內容 剛才我問你是直播軟件 所以才會有直播 那你現在直播的內容 非常之臃足 那我想問一下 你舉例 你連五個直播軟件都舉例不到 為甚麼你會覺得它臃足呢 軟件令到直播 但是不可以令到直播融化 是人才可以令到低速內容 我當然明白 那我現在只想問一下 你五個直播軟件 但是五個軟件不可以 就不代表 五個直播軟件 是不會直接當成低速內容 但是是直播軟件任的人 才會令到低速內容 這個是存在一個螺絲場的問題 我不太理解了甚麼邏輯上的問題 你說直播是因為人造 但我現在叫你 只是給你一個平台 令到人去做直播 無論是甚麼平台 都不會因為平台本身 也有融族的直播內容 而是直播平台裡面的人 才會令到直播平台有融族內容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網同學 連五個直播軟件都舉例不到 但就說我們現在直播軟件 非常之臃足 根據我們所看 我們找到的資料 有說趨勢非常之好 但你不斷想提及到 現在它臃足 但你又舉例到五個軟件平台 是否時間多了 時間是否多了 好像有四、五年 五年 五年 不如怎樣試 等著看 好像是他們收拾我們 然後我們問答 加起來是兩分鐘 那時間是 時間夠了 時間夠了 他在計算 全 真的時間夠了 好 現在如果反方公建 反方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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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如果剛才這樣計算的話 這次都用這種方式計算 那就會公平些 好嗎 另一個意思是 應該合起來兩個 兩分鐘 如果用了分開計的話 這次都分開計算 同樣 反方請看一位建議 自由選擇 正方因為原作不須 正方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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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別人的資訊性 教育性 憑什麼覺得這些人都是用逐的人 就是 跟他的教育部 清晰發展 他一年跟他的老公 就是有關那些子女的內容成 我知道你的數據 知道你的數據 但如果只是老巨 你還嘗試想想 假設有人在網上 做一些例如 少女心事 或情經的 你會不會完全不看 以前的人教育的意見 我對這些比較沒有 假設任何 你上網 在網上直播 會不會只追求 一些教育意的內容 我認為 人應該 去止於自善 我認為 應該是 知識性的 法治 你敢不敢說 社會上 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 我當然 認為社會上 大多數人都應該這樣 好的 我認為若安同學 是這麼理想化的一個人 若安同學 是否同意直播 是隨時隨地 想做什麼都可以 我認為他是隨時隨地 但不一定是做不到 他是受著一個 道德上的規範 甚麼是道德上的規範 例如你不會是隨時隨地 突然直播一下下衫 即使不是下衫 而是容忠 純粹說的是 例如說說 有什麼非制 那你同意 會做些事情 絕對接受到 算是比較好的 他會有人做這種 低俗事 去吸引人 但是他現在不一定會 不會一定會 你怎麼排除不了 任何時候 怎樣也有可能直播 有這些東西 有些容純 會吸引到很多觀眾 他認為海龍兩魂 但是他不一定會 你排除不了 這個可能性 有些不好的內容是 那你既然排除了同意,或者說直播的內容是向好這個程序,是一個數據上的假設 而實際上都無法肯定直播的內容是怎樣的,因為根本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監管 它可能仍然有很多,但可能它是一千萬個直播用的位置 即是一千萬個直播,除了唯一,那些全部都是加入異議的資訊 我們會這樣說 好,我們會這樣說 那之後再說,你可能跟我說會有言論自由等等 其實有個同學,你有沒有覺得在社交媒體上,鐵文或者拍片都有類似的言論自由的效果呢? 你在說政治充決方向,有個同學覺得就算不用網上直播的方式,你也可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呢? 有個同學都同意,就算沒有直播你的言論自由沒什麼影響,你也照樣想說什麼都可以 即是某一個直播,有某些人可以表達的? 即是某一個直播以來,你可能在社交媒體上有什麼ilia 那我同意,我想做任何事,因為社交媒體和直播,你也總是想做講什麼都可以 即是只要是佛育他社交媒體上看一下 那直播可以說多些什麼,相比在社交媒體又如何? 即使的意見是 最後就是 無論有沒有網絡直播 你可以說的內容 你可以發表不同言論的主題 廣泛性是沒有分別的 網絡同不同意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政治發表意見 網絡上充滿著很多不同的政治意見 有學同不同意網絡政治意見 是留意的 正康還有二十年 我利用下載著 好 是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結尤配合 接著不能作出 例如即時性的 That They直接發出自己 這間木製的內容是一刀秘指的 是將事實最尊重的一面呈現出來的一面 所以它是同一些其他模式的 現在公面環節的速度 正方第一副技巧三分鐘時間 主席評判有分學在外的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光同學說直播主要吸引人收睇 就要符合大眾化的口味 有光同學又說我們的數據是假的 幻想出來的而已 但數據會是假的嗎 根據《教告青年分展處》一年前的報告 自製內容是成趨勢的 表示粗制濫造 即有光同學所說的內容已經很難吸引觀眾 因此已經開始考慮產生精品的內容 可見直播主為提高競爭力 早已放棄了嘩眾取寵下山藍的內容 取而代之的是符合大眾口味的資訊性節目 今天有光同學提出了我們直播只是想嘩眾取寵 但事實又是否真的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做直播主 賺取收益 經濟充權 正正是直播可以帶給社會的一大利儲 人人都可以是直播主 人人都可以通過直播這個渠道賺錢 講到這裏 有光同學又可能擔心了 直播賺到錢養自己嗎 沒錯 好像有光同學說 在網絡上賺成千上萬的人又有幾個 大家都深知這個事實 根據金蛋網絡數位行銷統計 以戰媒體做正職的緊佔百分之五至十左右 其餘九成都是兼職工作 即是說今天我打完辯論之後回到家 我可以立即開一個直播帳號 來賺取金錢 這個是一般工作給不到我們的 而直播正正債給了我們這個途徑 達至經濟充權 正如我幫主編所說 直播主賺錢的方法不止一個 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找到機會 將會為社會提供整體的經濟活力 直播主賺錢回來自然就會拿去消費 零售業自然有所增長 直播這個行業 代表我們的在經濟上不可苦量的利益 國家總理理合家已經提出支持 分享經濟發展 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讓更多人參與起來 富裕起來 根據人民網所知 直播正正達到這個效果 分享經濟的平民化和細分化在直播上 合肥得淋漓盡之 直播代表我們的經濟充權 分享經濟平民化這些好處 推動經濟提升社會發展 正正是直播凌駕一切懷處的巨大利益 對社會發展這麼大的利處 有方法是看不到還是不想接受 多謝各位 主席、評判有方和我在座各位 大家好 聽完有方剛剛第一副面的言論 我們想澄清一件事 我們沒有說過你們的數據是假的 有方和我剛剛說 有政治充權和經濟充權這兩個 有齊 首先說政治充權 政府已經提供了很多平台給公眾發聲 例如公眾諮詢 要請參加這個諮詢委員會 要參加的市民一早報名參加 為何他們會用這些直播平台 這些政府平台更多人看 更多人留意 更多官員更多會聽到你們的意見 而且透過網絡平台 是有很多失誠不負責任的言論 是誤導人聽眾的 網絡平台也是太多意見太寧暖 政府聽哪些意見呢 這些種種不同的意見 是令社會撕裂 是令政府難以分析 或者採納一些有用的意見 而且有方同學說低俗內容是不存在的 但根據數據顯示 有七成七的網民認為 直播平台存在低俗內容 亦有九成的網民認為直播平台價值觀比較低 而且經常有新聞 是說主播傳出一些不良訊息 或者造謠是誤導的觀眾 是誤重取重的行為 有方同學只是說 網絡直播好的一面 不時了去另一面 網絡直播行業其實主於泡沫化的邊緣下 根據2017年 中國網絡表演行業報告 去年尾全國有200間網絡直播公司 去2016年少了這麼百間 比11年少了400間 只是2017年 已經有100間的直播公司 結業或者轉型了 有方可能會說 很多汁全部都是播低俗內容的 但事實上 結業的公司中 只有少數是播低俗內容的 都是市面上的 尤其那一面 網絡直播 只是一種短期的商業模式 包括是遲早的市 不單止直播公司商界熱業 一些排名較高的網絡主播 粉絲數量也大熱 在2016年上半年 排名前面的主播 活躍粉絲數 原本有幾十萬元都較遠 到2016年底已經跌至五萬元左右 還有在2017年 這個程度也在繼續 注意到網絡直播的熱詞 急速減退 多直播公司 持續結業 就會造成很多主播失業 最終現時的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 有方剛剛說 網絡主播可以賺到很多錢 可以造成經濟的充決 但事實是這樣 騰訊研究指出 有七成的主播 是月日不足一百人民幣 他去洗碗都賺多錢 總括而言 直播主收入有限 加上直播行業 處於鋒活化邊緣 直播對經濟效益 絕對沒有有 方能得禁理 多謝大家 主席評判警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想呈現兩點 第一點就是剛才可以和你所說的論據 就是網民認為現在直播平台的價值觀比較低下 這是認為不在事實層面上 第二,剛才可以和我攻擊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充權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賺到很多錢 沒錯,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充權 能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自主可以賺錢 只要他有手機 他想有這樣的意欲 他就可以透過網絡直播 他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是為社會整體而提升經濟活力 而不是每個人可以賺到錢 希望方同學可以明白 聽完方同學 剛才差不多有十分鐘左右的論述 即是所有人都說一些不良的內容 或是色情的內容 今天我和我講不出一些實質的論據 不斷重複就會說 會有不良的內容 今天我方不是要否定所有的閉嘱 但問題是有多少呢 為了今天的辯題 我們專門去下載了不少的直播軟件 就是為了找到封鎖口中所說的不良內容 但我們經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不是專門去找到那些不良的資訊 是不會找到的 打個比喻 打個都會認同閱讀是一件好事 但書課的內容會有很多種 如果你專門去找到一種不良的書誌 然後揭開來看 就說書本是一件不好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以編角的說法 你今天不可以把使用者的責任 完全推薦到媒介身上 於是一口就說 網絡直播是一件壞事 另外有個方法說 今天是完全不思考 網絡直播的重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編輯 它帶出的充決 是其他媒體做不到 正正因為今天其他媒體 有可能會被政治 或會被市場的導向所影響 所以當你只有一部手機 我記得什麼我就可以拍下它 這件事是其他媒體 不能帶出來的 但有個朋友不明白 另外有個網絡直播是很短線的 講到網絡直播 是會講到不良的內容 但對於他們好的內容 是隻字不提的 例如我們看遠一點 你那個19歲的歌手 海里克洛斯 他只是靠一部電話 一個吉他 在網上 一個叫UNO的平台上 去展現自己的歌聲 結果就被唱片公司看中 成為一個歌手 就來香港的大婆 他就是靠自己在網上 去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聞 以及去打遊戲 其他都是一樣 可以為社會 帶來正面的效益 但有方同學 今天就一味道說 就是不良的內容 或者下山欄的內容 在現代社會 人類開始推崇自由 也都認同這個是社會 核心價值 我們今天所說的網絡直播 就是解放了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知情權和資訊 流通的自由 都提升 他跟網絡不同 因為他是每一個市民 他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公民記者 只要他覺得這個東西 他想記錄低的話 他就可以拿手機出來 這東西是不受政治打壓 或者是市場的導向 可以自發去法國和記錄 我們看看2014年 台灣太陽翻學運的時候 已經用iPad 在網上直播和Ustream的轉播 又看看俄羅斯 或者香港近年的選舉 都有網上直播這件事 九方和省尼不會再短視 他直接面對這個充權 正式充權和其他網上合約 謝謝各位 正當第二副片發言時間 是三分十六秒 有個時 最初五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片 沒有三分鐘時間 我不會忘了 三分十四秒 對 形容器 非常事 又會不是 三分之間 鐵 由一 主任平常的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覆一下有方同學所說的關於賺錢的事 有方同學借舉了個別例子 剛才同學也說了 根據陳信的研究 超過七成的直播主 月薪是更少於100元人民幣 你所說的成功例子只不過是個別例子 不可以說是對整體社會會有很好的影響 第二 剛才有方同學的主任也說了 這個主任是會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但是直播平台是由打相機制去組成的 是會扭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令它變成利益關係 第二 一個讚、一個留言、一個深深 其實不會令粉絲和直播主持 因為實際距離拉近了 另外有方同學也說了 這些很多直播的影片 其實是有教育意義的 但其實真正有教育意義內容多數 是以影片而非直播去呈現 是佔直播的少數 所以不可以證明利大於位 所以也因為這個問題 我也想請友方同學說五個 只是與資訊性有關的直播平台 另外友方同學也說過 如果我們不特地去找這些低速內容 我們是不會找到的 但是事實上 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確是有大量的操縮人 所以自然會上直播網上去找些操縮內容 既然有這個需求 就自然會有更加多的人 希望去取悉這群人 去賺取錢 因為這群人為了找低速內容 沒有這個世界上好人多於壞人 所以也不能證明利大於位 所以我今天就討論到這個 謝謝大家 反方第二,後面收好時間 為兩分鐘三分鐘 有時不需要緊張 便進入自由片 沒有人知道 各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上完三十秒 會有一丁提示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屆時本人會宣布另一方 正如時間 各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言 請問相反是沒有問題嗎? 若沒有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首先發言 有關同學請問直播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跟我們說直播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跟我們說直播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跟我們說直播有什麼問題 我問你直播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這樣 因為你現在說一些不良的問題 請你去指出直播有什麼其他問題 其實有關同學以前說直播有不良的問題 直播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 因為直播有什麼問題 你拿一個電話 我想看這裡的風景 我想看這裡的人 怎麼都可以 怎麼突然有關同學 因為有關同學今天很極端化 一面就是跟我們說 你不是有教育意義 要是你就是不良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你再看了什麼類型 或是你手提資料的時候 有什麼其他的直播類型 昨天跟我們從來很極端 不如有關同學先說一下 為什麼有關同學覺得直播一定是限死 值得某些類型 我們今天就是在說直播 其實真的不知道會做什麼出來 因為真的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又說不良那間 那你又不具體這幾個例子 那是做什麼不良 因為這個論點就是不存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說你論點出來 是否想證明你帶於不 有關同學證明你帶於不 不如先說一下 為什麼一定是你有好的視頻 應得來帶一些不良的視頻先 直播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可以大陸經濟充權 以及市民主經濟充權 除了一些大陸經濟之外 對 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現在我拿一個電話出來 你專門的封建 我就可以經濟充權賺到錢 是否這樣有關同學 那有人看你現在賺到錢 沒有人看就沒有 是 有人看得很好 直播方說了 絕大部分的直播 沒有人看 直播大部分的社交媒體 還有沒有人理 所以我可能只要拿某些小數 因為他們可能賺到很多錢 其實我去賣魚蛋 我買魚蛋 做得好吃 有些可能賺很多錢 但通常我都只是在貧富錢 那你沒有用賺不到錢 我都幫不了你 通常我們不是訪問這個渠道 只不過我們只是想指出一個渠道 你說這個充權可以靈架一切 但當你所謂的充權 只是這麼多的渠道 那何來有靈架一切 那麼厲害呢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現在沒有用直播的手法 如果現在是選舉的話 你有什麼方法 你可以即時傳來到選舉的指數 去給你成績 不如請問同學 不如問一下你們 是否沒有用或直播會死 或者是我正在問你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做什麼 不是你反問我的問題 有可能說 你直播你的選舉有什麼用 例如俄羅斯直播大選 你就是直播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票站 就說自己公開了透明了 那我直播評論 不是也是政府搞的 那你怎知道政府不是從中做手腳 不是從中在殺過這些假的消息呢 其實有可能跟你想一下 是很負面的 其實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是學生團得自己的組織 只有一部iPad 就在網上平台那裡 連續直播的30個小時 當中是母子修 這件事 我不明白這個氛圍 你會想成這樣 另外在俄羅斯的選舉面 他們是堂子無敗 其實他們在各大投資站 都有一直數的影片 但竟然都可以 有不同的想法 不如調節奏 剛才旺角暴動 有人開直播 然後本土密處前線 不如快點來旺角 一起擔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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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學 你所說的行為我們不認同 但他想用直播作為一個強度 去發揮自己應有的一個用處 我覺得是正確的 反而有方同學 你今天講到這麼直播 沒有直播就會死 那為何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有方同學 就是想說的智能很簡單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要直播什麼 因為直播又好又壞 其實有方同學 根本定斷不了 是多些好的流行 還是壞 有方同學 但有方同學 跟我們講的論戰都理大於貴 有方同學你也挺好笑的 我說我吃飯有機會會近死 那我是不是整整不吃飯 因為我證明不到 我不會近死 所以我就不吃飯了 我們直播 你也說直播只是一個渠道 調整有其他方法都可以做 我們不是完全否認直播 確實是達到即時的好處 但這個選舉 其實只是個別的例子 並不是整個直播 都像你所說的 有方同學 其實你知不知道直播 直播是即時 沒有剪輯 還有可以有互動 你剛才說的 認了即時 那你真的認為即時的功用 在直播上是無可取締的 為何你又不認有什麼好處 我們不認有什麼好處 但是他也有諸多壞處 就是為什麼不可以 理大於壞 例如他這個 令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減少 但是給個like 給個心收不代 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沒有了 還有因為直播 太低 有太多人在裏面 所以我們不可以 證明好人多於壞 所以不可以說直播未大於壞 就是有方同學 你今天覺得 因為我們有證明過直播裡面 好人多於壞人 所以這裏面就不成了 但問題是 我們今天不是論點的多少 他決定這裏面是否成了 而是一般 有方同學 你剛才一開始直播 不一定是一個賺錢的途徑 有可能我在面書上 我只是開一個直播 去給我朋友 去分享我自己的生活 其實這件事無實地是為賺錢而行 是有些人 他可能使用直播 他作為一種兼職 或一個職業 所以才需要他這樣做 好 同意有方同學 可能真的有不同的方法 但這全部都是可能性的 不如不要再說 有方同學 你今天直播是否真的賺錢 不如說說 你跟對於直播 任何人開的直播上 都是希望有人有回應有反饋的 當然直播的意義就是有互動 你跟回應有互動有互動有反饋 就是要互捉很多人 你直播有很多人 你不是對著一個人 就是回應直播的時候 你就是要補答 令到很多人喜歡你 有朋友剛才你也說到 我承認直播有不同的用處 但你又說什麼 即時我幫不了 大哥 剛才我們耳朵都說了 我朋友之間 可以即時用直播的形式 去做一些問答 你又說什麼不認同 有很多其他平台 例如社交媒體 那種 你女生出什麼社交平台 對 正當上的 是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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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我其實不清楚 什麼叫直播 他剛才跟我們說的 其他社交媒體 都可以做一些政治充權的一件事 但他對於我們所說 政權或者市場動態 這兩樣的事 是完全不理 即是我們說到 美國的大選 都可能會有直播 就是希望可以防止 有些毛病 自由 辯論環節結束 要再辯論環節 雙方結束 有一分鐘 時間預備 上次 用來 雙方結束 粉就我們 뮷 Ondon 擰議 精力 眼神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 先由反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时间 在比赛之前 我刚刚看了胡敬天的直播 最开心的是他搭了我的流程天 大家想回头 虽然他和我在直播上有互动 但是不是对于我和他的关系真的升级了呢 我不认识他 他依然不会说 表面上是有交流方法 但实际上有没有触碰我们的关系呢 主席、评判、一芬和我对各位 大家好 我分认同网络直播的确是有小理 但一芬看不到网络直播的社会发展 比利署大利亚更严重的国家 还有利署背后隐藏和被署 首先一芬主编曾经说过 在一万个直播之中 只有一个是不好的内容 但一芬又怎样肯定 这些一芬的内容全部都是一些资讯性的内容呢 但大家看到的并不是这样 市民现在直播市民有资讯性的内容是多少呢 现在人们在直播是娱乐的作用 但我相信大众也没有有科想的理想法是有那么好学的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模仿这些有资讯性的直播的 但只是有方肯定这些直播的影响力一定会大 那些不能的直播吗 有方也说过 网络直播是可以有在于经济的充全 有方的逻辑就是 直播主赚钱就会拿去消费 然后就会有利经济的效益 但每一个人本身赚了少许钱 直播主的收入本身也不高 但就等于一定会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外游是不可能的 而有方身为直播就有责任证明 网络直播对社会发展的利处在任何时候都大于弊处 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并不是这样 网络直播主赚了人类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变形以利益为主 直播主为赚钱努力取悉观众 也为了满足大众的不识便利用作甚至放弃做自己 你开网赚多钱便可以 但事实上大部分网络根本可以越过为生 以我方曾已经说过 月有100元人民币以下直播主更加超过7成 达不到钱不得止 现在直播行业更可能进入保护法的状态 恐怕一旦爆破 后果不堪持想 简单说一个单独社会潮流支撑予来的行业 只要潮流一退便玩越了 算是整个赚到千亿网络 直播的内容盘面有双方法 直播主为了吸引人打伤而做出一点 做危险的行为 为何有选社会的风起 为何我们今天要站在这个赚光呢 其实不是太难领 直播本身对人、个人的一生生活 或是会带来不少的离书 就像我和丁欣那样 看那个很开心 做直播的赚钱就很开心 但今天讨论它是社会发展 并问一句我和你开心 就等于全国的开心 举个例 我去买包烟饰吃 买卖双方都很开心 觉得有赚 但从社会角度 买烟饰出1、2、3、4年的传播 影响市民健康 增加政府的医力负担 不过来直播的行业 从社会角度 会不会觉得是鼓吹了赤道质量力出现 令整个社会就去过分依赖 网络直播这个高风险的潮流行业 直播最后识得其反 令本身够复杂的 并不是网络更加复杂呢 有方同学 风起这个词会 知识叫风起 是因为它们好像一阵风那样 来同去都是这么快 不知不留得一点痕迹 网络直播亦如是 当年到一退 一般人就会见起 哪个直播主 叫什么名 拍什么节目 这个行业就会被这个风大走买 是否到那时 大家先经过 与网络风起 网络直播风起有这么大的币举 谢谢大家 主席评判有空同学作作 各位大家好 实不相瞞 我为了今天的辩题 特意在网上搜罗了各式各样的直播内容 废尽心思 找到的也不外乎一些唱歌 拍聊打机 打机 但坦白说 如果不是特意输入一些关键字 真的找不到今天有方同学 所以一直不断不断和大家洗脑的不良哀悦 那我们不如看看今天有方同学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直播 他不断把网络和直播掛勾 但他们根本都不清楚什么是网络 什么是直播 我们一直所提及 直播是即时互动 只要受主流欢迎的话 就可以做到一个平台 一个中性 但他们不断说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 因为他门蓝闭 所以做什么都行 但他们又不说一些实质的例子 去告诉我们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刚才我们的整方的劫变 就说到他可以和偶像拉近他 首先我们反过是没有说过可以拉近他 第二我们看看 其实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不合理和极端的 他们不断在和我们说 我都排除不了有不好的东西 或者只要有少少坏就是不好的 那有方同学你这样说法 那什么都不成功了 正如我刚才在自由辩论 都用过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 我都没办法确保我吃饭是不会瘫死的 那我是否就在于说不吃饭呢 那不是的 我一直所说的 直播的本质是多元化的 小子就可以朋友之间的分享 大子就可以赚钱 有方同学今天这么极端 是这样说 你只可以是教育或者资讯性 如果不是你就是不良的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资讯性 如果我和你开直播 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子飞过 那这个是否算是资讯性 还是我要说 哇 有一个小子80公里的时速飞过 这样才叫资讯性 那有方同学你又不和我说 什么叫资讯性 是不是我只要跟你拿着本字 在这里跟你说 哇 这个词会是怎样 它是一个动词 一个名字 这样才叫资讯性 你们不停地说到不良 又不和我说 什么叫做不良 究竟是脱衣是不良 还是讲充可爱不良 你们又没有说过 大尹峰 同学你们都不停地说 我们以偏概传 我们今天所说的网络直播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媒介 一个界体 就是由一开始 你本质上说我们直播是雍族 审美观是扭曲 但正如我可以异负地说 你们百分之七十多的访问者 只不过是认为直播是认为是不好 那实际上是怎样呢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跟我们讲必然 食女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必然的效果 那你们又做不做到必然呢 那其实我们不是说 今天直播是无可挑剔 是一个无弊处的一件事 但我看到的是 网络直播作为一个平台 所达到的充全效果是无可取替的 论经济上 基于它门栏低 易于进行 无论你是一个大学生也好 还是一个小学毕业的阿姐 或者阿伯也好 你这个学历不是一个 你去赚钱的一个条件来的 你都可以靠你的一技之长 例如我唱歌好 例如我唱大戏好 例如我跳舞好 那其实你都可以赚到钱 都可以赚到一些名气 对于一些不少的低下加层 都是一种富贵相传的一种方法来的 那其次 我们都有提及到这个 这个政治充全上面 市民下可以做到市民充全 即是代表到 我们一些主流社会 不接受的一些意见 我们都可以自用得发挥 以至到 我们是不需要去被人生减 即是我们需要做一些过滤 才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地 跟大众说回 那去到最后 其实我们都明白到 那今天的争议点 其实都有非常之多 但是基于有方和我 其实都对这个变形 其实在半解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明白 有很多的一些细节位 其实是需要继续去商议的 但是总呼而言 我方认为 在充全上面 直播是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 而且是无可取替的 所以今天面提应该上了 多谢各位 谢谢 今天很少人说 我会站在这里 有三个事情想说 第一是 我觉得双方 今天用的字 或者由主編開始 定了一條主線的字眼 或者那些邏輯 是不是太複雜了 譬如正方某些衝突不衝突 基本上我過了主編才開始了解到你的論點是這樣 反方你一開始是鋪了幾樣東西 又說什麼本身是你的主導 又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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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辯論比賽上 那麼短的時間 只有幾分鐘的答案 就嘗試將自己的東西不斷簡化 最簡單最簡單 用最簡單的字眼去表達 一來是最大 二來聽的是最容易的 你亦都可以省很多時間 去給自己表達到你想表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你們談的時候 就無可避免一定會談到很深入 又會講一些直播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本質帶同出來的效果又會有些分別 又會怎樣 一定是涉及到這些的 但是當你在寫歌的時候 你就必然不能夠避免了 你要想怎樣可以將自己的結果 轉化成為一些容易一聽就明的句子 那這些就是今天主編 或者今天你們在談開會的過程之中 可以嘗試再做多些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我對於這條辯題的意見 我覺得今天就是比較凌亂的 大家所說的東西 主要的原因我覺得是對於社會發展這四個字 雙方都沒有太過著問 那譬如怎樣可以用回你們所說的東西 去套回社會發展那裏 然後批下回呢 就是你們今天兩邊其實 其實是真的沒有說社會發展的 這邊就只是說直播有些什麼利署 你們就說直播有些什麼弊處 或者有些什麼壞的影響 壞的資訊等等 那其實這個社會發展你看下去就好像很空泛很虛 不知道它想說什麼 那正正就是不知道它想說什麼的時候 你們主編的時候就應該走出來 就是你對於社會發展有個什麼的願景 或者你將來 不是將來 是你覺得有了這個網絡直播之後 對整個社會的方向是怎樣的 譬如你們正方的方向 可能你們就覺得呢 哦 網絡直播可以更加快 更加直接 令到社會在資訊上面的流通 就更加快 而且是人都可以做直播 就是人都可以分享資訊 你覺得這個分享資訊 對於社會來說是一件好事 那這一個就是你們對於社會發展的一個 叫做 滑坑 就是你覺得網絡直播 令到整個社會發展 那個資訊流動快了 大家容易做了 就是一件好事 這個就是你對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 而反方呢 就是覺得 你覺得網絡直播這件事 不同書 不同電視 不同其他回體 因為它沒有審查 沒有規管 是人都可以做的 而你們都覺得操作人 是比較佔多的 所以壞的資訊 一定多了 這個就是你們對於社會發展的一個看法 那我建議呢 就是你們雙方呢 都將 將這個你們對於社會發展的一個願景 或者你覺得將來會變成怎樣 會趨向怎樣 覺得這個是好還是壞呢 套回到你們的社會發展那裏 這樣呢 就可以將你們的論點聚焦在一起 就不會像去到後面 大家像PONTAPON一樣 非常閃力 最主要是這樣 那個人評語就遲些就 有怎樣講 那下一個題目 謝謝 謝謝 還有請黃藝師傅 是 我覺得呢 大家處於這條片的時候 可以想一下 其實什麽是風氣的 因為呢 那個直播呢 可能是一種 技術 你可以這樣想一下 那似乎呢 究竟是那個願景問題 還是那個人的問題呢 你都牽涉到的 我想呢 為什麽說對風氣可以想一下呢 風氣呢 往往都可能是有一種潮流 或者普遍性的意思在裡面 所以呢 無論呢 你用什麽願景都好 但是似乎是探到的是 就是現在的人的普遍性 在這個直播風氣裡面 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你們一定會舉例子 但是呢 又不是因為例子多寡問題 因為你找正面的例子可能又會有 你找那些反面的例子又會有 結果呢 會出現很多情況就是 看看例子多少 或者演繹成怎樣 但我覺得在這條面題上面 要脫離一種 就是你講例子多少 就說是好了 或者說是不好 就要靠近一點 那個風氣是什麽的一種事 是要探討得到這種的 你說是一種活動 但背後反應是什麽的事 那樣東西呢 其實我想在這條面題裡面 有些空間 就是正反雙方的行動 如果不是呢 有時的話 直播是因為 你有多少樣的 軟件或者等等的東西 就似乎是放在另一樣東西 那另一樣東西呢 就是 究竟有什麽是社會發展 就好像之前的評判所說 那呢 就 譬如 一個人是否賺到錢 是否社會發展呢 或者社會發展 除了經濟層面 還有其他層面的東西呢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要找到實在一下 或者嘗試說得清楚的 如果不是呢 大家是沒有什麽聚焦點的 會容易出現就是 有什麽好處和什麽好處 即是那些利和那些弊的 但是 怎麽可以扣利和幣 進行比較呢 我想最重要是 回到這條議題上 是這個社會發展 而社會發展 究竟最終是怎麽走的呢 那應該是 你們嘗試去解釋的 去講清楚的 那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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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反方提到 一些人際關係的東西 那我又覺得 到後來呢 其實可以找得再發展得更好些 或者更清晰些的 有些少數是脫掉的樣子 好了 就算是說人際關係 或者真誠交往 那一種真誠交往 那跟社會發展有什麽關係呢 那這件事呢 要將你們說的內容 不論是利用解釋 是容易拉上關係才行 那不然就會變成 好像又說了些東西 但好像不是很 所以要貼近到很多條題目 所以討論的東西 那這就是 這些意見 我講到多倫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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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提問老師 好 我可以講幾幾點 聽說太久 那都是 你會感覺到三個證明 甚至是 有些字眼 是很明顯的 那就是 想你們得到背後那一盤證明 譬如直播 那證明會觸到結體多些 即是太即時的 不同的上網 不同的各種發聲 封氣是普及的 不是用一個圓點 不是用一個圓點 是用很多人一起用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變態的潛似 是有這件事的 不可以說沒有的 所以 所以有些不夠趣 就是 反彈學論點 直播都不太多人用 遲些就沒有 即是怎樣 就變成不是很聚焦講 就算沒有 其實都不是一個變態的影響 我們就是講它有的時候 所以你要最重要 就是恐龍是世界的影響 你不會說恐龍就是主宗 我們不要說 我們就是講它有的時候 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個題目是解釋到它有 接著到社會發展 很多方面有的 但是 社會發展背後提到一定是一個重點 就是它是一個困體的東西 它是一個集體的東西 所以 那些人賺到很多錢 它是影響到社會發展 除非你要講多一步 即是去到後場 去到議會 然後才會說的 就是它帶動了一個經濟發展 這樣就關於一個集體的事 但是 如果我賺到很多錢 然後我每個都賣了它 那對社會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我是很開心的 沒有理會我算是活動的錢 但是我會很開心做到社會發展 那麼 反過來 我看到很多分量的資訊 或者我跟不認真的關係 很差 這個社會是沒有影響的 是吧 至乎對所有人沒有影響的 那你為什麼把你的領處也好 然後再講一些比較廉論技巧一點點的 剛剛跟你們講了一些太深的東西 例如 這邊講粗訣 其實是很學術的東西 大學才會這樣 例如這邊講 足球 也講一些很… 即是很直接的學者 所以 即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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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聽不懂 所以另外 另外有些地方就是 大家要注意那個良點 要連呼 因為雙方都有一個問題出現 正方的問題就是你們的充權 他的後面 就是你們的後面 比較著力就是各種方面的東西 那反方的問題就是 原來更多新的東西 譬如你說人際關係 是後來才會出現 譬如你會提供很多新的準則 例如好人多於壞人 好的東西是否多於壞的人 這些準則在前面是好的 那會變得有些無所食材 即是那個… 那個… 要做一些要執行嚴格不少 那幾個方法就是那幾個方法 你就提供幾個方法 那另外有些少少盲響的東西 但是就是直播不足風氣 另一方面說 直播風氣是一個泡沫 要爆的 爆的時候就不堪自上 那即是應該是很多人 很大規模 但你又說呢 其實沒有什麼人找到錢 沒有用的 真的很多人都找不到錢 那即是怎樣呢 如果那麼多人都是找到一百元以下 那這個泡沫爆了一次 似乎對大家都沒有其他 或者這個錢 根本就不能夠被承諾一個好錢 即是我們拿到最近的泡沫 樓氏泡沫 那就是說 全個人 七成人 一百元都租到場口 那大家就覺得 不可能不可能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輪廉 那些個別的邏輯不好 那些個別的邏輯不好 以後形象極端 即是例如 是否有壞的東西就不好呢 那他拿到後掌他們就去看 那些書 那些是壞人的 即是說壞人輸的時候 那些時候 應該是挺有的 所以要小心一點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說 大家如果都抓不到那個集體 即是社會法 那樣東西 就變成沒有一個比較平坦 那大家的比較 就只是去到最後好一句 就是我講了很多好處 所以我就相信 好處必然就大過那個閉處 那叫你們一樣 閉處又必然大過好處 但是為什麼呢 又沒有人知道 那所以 就可能有些吃在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比較平坦 那你會比較不做 就算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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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